为了保存语言的资产 设林乡公所历经了十年 终于举办太鲁阁族词典中策发表会 为太鲁阁族语言传承画下新的里程碑 而地方各界到场为此盛事也感到欣慰与感动 新闻下的文规表示 乡公所自1999年起 开始着手研定太鲁阁族词典编撰的工作 历经七年字典研讨以及编辑 于2006年10月正式触犯他有个主词典 词典的问世 曾经的主论们贴近足以文字与认读的方便性 现在这个十年 母语的本身 他非常的 就是说他非常的有一些经验之外 他本身他还要有一些 就是生活上的一些常识 也是只是 其中一大师 有这两个 其实他们的 就是他们的整个语言的这边际上 都有更多的一些 不小财 可以做配角的 其实我们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当初在第一本词典编的时候 那个时候其实 我们聊这个以后 大家九个人有一奉使 才成立这一本词典编 所以 尤其在上册 其实我们只透过教会 我这一次感谢 多过学校 来去教学之外 那现在就是线上 只要是在线上 我们也有跟原明会做一些博作 我们也有把上册的版权 交给原明会做一些网络的权 让更多更多族人来学习 主要的 不管是一般的人民都可以 王美贵肯定历任的编辑委员传承 族于文化的使命感 以及怀抱推动语言发展与传承的热忱 包括黄长鑫 张正奇 邱美朱 曾美朱 带邱贵 李季生等编辑委员都到场接受各界的赞扬 新书发表会当中 我们会也取习未来推动主义上 结合各部落的论统努力 欢迎有兴趣的民众 可以到族人乡立图书馆购买 进而见证族人乡公共所在保存 以及负责主义的文化努力以成就 记得就关键的报道